我们今天这些点就说这么多 然后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的内容 就是要写的代码不是很多 主要都是一些概念性的问题 对 所以把今天的概念性的东西 你去看一遍 如果能理解了 完了 没事了 今天就结束了 你可以写 要写些练习的话 可以把前面的 前面几天的再练一练 但是今天的一些概念 你一定要把它看明白 不需要记太多 但主要是看一遍要理解 我们前面首先第一点 给他介绍了交换变量的值的方式 就是扩展的 这属于扩展内容 扩展这个交换变量的 这个方式 就提到了一个术祖和对象 然后第二个是术祖的便利的语法 术祖便利的这个方式 那我给他介绍的现在是四种方法 有这个复运环 有复印的 这叫索引便利 索引便利 有这个复一起这个方法 所以它是书组的复一起方法 然后呢 还有这个复off是值的便利 那这是数据便利的方法 然后介绍了一下这个数据在内存中的存储 存储 它主要是呢 主要大家理解 还这么两个概念 一个是知道呢 内存当中划分了有一个占区和堆区 简单类型的数据都放在占区 复杂类型的数据 主要是对象类型的数据都放在堆区 在堆区存的是数据 把这个复杂类型的对象存在堆区 但是把堆区的这个地址 放在了占区和变量给它堆区上了 那这是呢 内存当中它划分了这么两个重点的区 然后呢 是有这个传递值的一个方式 我们有一个直传递 和引用传递 有这么一个概念 它指的是呢 就是普通内心的值 你在给它重新复制的另外一个变量的时候 在传递这个值的时候 它指的是把那个原来的值本身复制了一份 再传给另外一个变量 那在内存递那边呢 就是把这个值复制了一份 再占去呢 重新占了一个位置 占了一个空间 然后引用传递的话 它主要是针对这一个对象内心的 它是把这个数据 在堆区当中的地址 附住了一份 然后呢 其实也就是把存放在占区里面的 和变量对应的那个地址 把地址呢给它附住了一份 传递过去 它传的是地址 并不是传的那个对象本身 所以把传递指的这种方式呢 我们叫做引用传递 或者引用传值 然后这个值传递呢 就直接传的是基本的意思 传的是值本身 这是内存当中存储的 这么一些概念 然后呢 是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 面向对象变成 那首先是呢 理解了这个思想 就是理解了这个面向对象的 这个思想 那可以呢 以这个大象 大象冰箱 大象和冰箱的例子 可以这个例子来理解 就是我给大家写的两种用法 一种是面向过程式的 一种是面向对象式的 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它的区别 那这也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第五个 是创建对象的方式 那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创建对象的方式 那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有呢 字面量方式 直接创建对象 还有呢 六一个构造函数的方式 函数方式 不管是史天花的内置对象 还是字定义的对象 都是六一个构造函数 那后面我们学了 原型对象之后呢 那就在这个构造函数的基础之上 我们再引入了一种写法 就是呢 构造函数和原型对象 混合的方式 混合方式 就是把属性 把属性都放在构数函数里边 把方法放到原型对象上 就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我们交到一个混合的方式 用到了原型对象 这是创建对象的这种方式 那然后呢 这里面就有这个原型对象的一个概念 引入了原型对象和原型链 原型对象呢 它是一个公共的对象 存放呢 就一个构造函数 所以原型对象和构造函数是对应的 一个构造函数就会有个原型对象 所以它存的是原型对象 原型对象呢 是存的构造函数 它的实力对象 它们公有的一些成员 公共的一些成员 存这些成员的一个公共的对象 就是个原型对象 原型链的话呢 是指这个原型对象的 它们一个链式的这种结构 或者说查找这个对象的成员 这种链式查找的方式 从自身开始找 再找它原型对象上的 再找原型对象的原型对象上的 一直找到最顶层 是object的它的prototype 这是原型对象和原型链的一个概念 那最后呢 是这个继承 继承 那继承主要就是呢 我们这个子对象 可以呢 可以使用这一个负对象 那也就是这个原型对象 原型对象 它的所有的成员 可以直接使用 那这个继承 我们叫做原型链继承 原型链继承 那这今天呢 大家重点呢 要去理解的几个概念 前面就是这个例子 可以写写代码 看看代码 然后数字变定呢 那看看代码 把这几个方法练习一下 后面的呢 基本上都是概念性的问题 后边不会是吧 那就看这个例子 看我上课讲的这个例子 然后理解一下这个概念 因为没有什么太多需要写的代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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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